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肩关节 关节活动操是为了我们在进行太极拳的练习之前将周身各个韧带拉开 避免在练习中受血伤另外也便于气血的运行 肩关节从小幅度到大幅度逐渐动作加大 肩关节活动对于我们的颈椎病和肩周炎有非常好的防止作用 好最后加大幅度做一下扩胸正臂 下臂转腰 最大幅度的身体向后转拉伸你身体的脊柱关节 轮臂轮 轮臂插打 周身做一个放松的对肩部的调整过度动作 方关节向左 膝关节两脚并龙 手扶膝盖 近大幅度的拉开 向右 两脚分开 同时向你 向外 好 膝关节向里合 好 放松一下 做踝关节 两手插腰 左脚 好 换右脚 好 摆下胯 提起来 向左转 向右转 提起来 向左打 向右打 好 最后 坐下引体向上 倒整周身 吸气 脚跟离地 放下来的时候 呼气 放松 再来一次 吸气 呼气 放松 好 活动完毕 首先 首先 我们爸所学过的动作 一起来练习一遍 启示 慢慢地 慢慢地捧起 下落 按下去 向左捧出 吸气 向左竿 向左勋 前距 起 向右脚 向左腿 伸臂 右脚 右股 最后 无稻 前一 鼗 向右 往左翅 向左 向右手 开步合手 左转 上弧线拉开 往下收 接手 往下捋 一重心合手 推出六峰四臂 一 二变勾手 开步平踩 移中心 打开 单边 往下松 接手 往上捧 松左胯 白脚尖 上步 拖掌 落下来 起 正 金刚倒队 完成 走白鹅亮翅 一 退出去 二 收步合手 退出 拉开 白鹅亮翅 收 下面 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动作一起来演示一遍 白鹅亮翅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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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腰 提膝合手 开步推掌 走 练勾手 临起来 拎起来 拉开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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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胸前捧水一样的收 然后往前推出去 双手下鞋 提膝 奥步 一 打出去 二 向前推出去 三 提膝开步 走 四 往下按 便勾手 临起来 重复走 斜行 下松 放松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八个动作 斜行 首先白鹅亮翅 右手向左转 打出去 一 向左合出去 二的时候来 右手向下 左手向上 同时提膝 一 上下手合起来 右手向下按出去 左手放于胸前 三 开步的时候来 把你的右手捧起来 同时推出去 开步的方向成斜45度角 右手放在身体的后侧 手臂捧圆 不要挑肩架肘 做到中间最肘 手腕脚腕捧出去 左手放在身体中间的位置 拇指 拇指对于自己鼻尖的距离拉开 撑出去 四的时候呢 左手往下按 右手向上翻 同时 从你左膝盖的前面 下方 过了膝盖以后 便勾手领起来 腰直起来 右手从右耳边 推于胸前 走上弧线 向外打开 同时 层肩最肘落下去 手臂捧圆 做到斜行 下面我再做一下正面的动作 白耳亮翅 身体 往左转 右手向 左打出去 同时走下弧线 左手轻轻领起来 合于胸前 三的时候呢 开左脚 左前方45度脚 右手捧出去 捧圆 想抓住对方的手 拖住对方的肘 脚了向对方 腿部侧踹 蹬出去的动作 四的时候呢 左手往下按 右手向上翻 从膝盖前 过出去 近距离的时候 用肩来靠 再远距离的话 用肘来顶 再远的话 用手来拨 做到一个 与身法协调 往下合 左手从 左膝盖前下方 按出去 右手呢 从右耳边 推出 勾手领起来 然后右手打开 通过松右胯 往下松 七分力 放在你的左腿上 后面呢 站了三分力 就好像我们 往前面推的时候 所用的力量一样 拉开一个 肱部 好 手 下面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第八个动作 斜行 头一 身体右转 二 下沉 提膝合手 三 开步推掌 注意手的距离 放于一手一手的距离 在胸前撑开 四 做到双肩最左手往下按 往下压 往下压 从膝盖前 过去 勾手领起来 五 打开 往下松 这是中定伸法 所以动作要松沉下去 好手 我们再来做一下正面动作 白额亮翅 斜行 一 左转 以腰为轴 中心不变 二 提膝合手 滚坐 三 开步 推掌 重心这时候压在你的右腿上 四 左手下按 右手合手 过膝盖以后 手腕变勾手 轻轻提起来 六 松右胯 打开右手 往下松 头往上顶 立身中正 好 手 练习尘式太极拳 我们要注意 尘式太极拳 对上肢部的要求 首先 我们要了解 尘式太极拳 对上肢部要求要做到 松肩最整 或者是 沉肩最整 就是我们手臂 在两个手臂 在拉开的时候 肩关节 不要往上降 肘关节呢 因为一个坠 松 往下走 坠也是往下走的意思 松肩 最整 走这个圆来 这是我们对手臂上的要求 如果是掌呢 我们要做到掌根往下坐 那如果是勾手呢 做到手腕轻轻领起 这个时候呢 要求的肩部都要往下松 走往下坠 同时往下拉 手臂不要将直 任何时候手臂没有拉得非常直的时候 包括我们冲拳打发力的时候 手臂要做到沉肩最整 如果是手腕了 我们要把手腕轻轻地提起来 做到捧起来 手拉开 比如说我们拉开的单边 是不是 拉开走会圆弧 好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单边 或者揽扎衣这个动作 我们先拉一下单边 你看我们 它对肩部的要求 上肢的要求 首先我们要看到 头是轻轻地向上 须须领起来 躯干部位了 我们要做到立身中正 看我们的手臂部分 上肢部分 松肩 最整 肘肩向下 为坠嘛 是不是 然后把掌呢 如果是掌呢 我们把掌根立起来 那勾手呢 用手腕领起来 手臂这里形成一个弧形 拉开 同时呢 两手之间的距离呢 它没有说直直地拉开 拉开的话呢 我们就感觉到肩部都发紧了 然后手臂这里成为一个 自然的一个弧形拉开 这是我们走的一个单边动作 好 我们接着再做一下揽扎衣 合手打开 往下松 好 这个时候呢 右手的是掌 同样按照要求做到 沉肩 坠肘 坐手腕 同时呢 走了想下坠的时候呢 走了要去找膝关节 因为我们在嫩三合 与外三合里面呢 有一个说法叫 肘与膝合 上下相合的意思 手呢与脚合 肩与跨相合 这是我们对肩部 上肢部的要求 简单的四个字来形容它 松肩 最早 好 收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九个动作 老膝 斜行 唇间 坠肘 左手呢 由勾手 变成掌 在左膝盖前 往下合手 就像捧完水一样 也可以想象中去抱对方的腿 同时要注意上面 所以说立身要中正 然后二的时候 移中心收部 收于胸前 略靠于身体的右侧 别往自己身上拉 落到前面之后了 然后呢 通过沉肩最肘 走下弧心往前 它撑出去 这个时候的重心呢 还压在你的右腿上 重心不要往左腿上去 推出来 把掌立起来 两个手作为立掌 撑出去 好 好 我再做一下正面动作的展示 斜行 一 唇间追走 两个手往下 刚才说了 像抱对方腿一样的 往前面 要注意上面 然后呢 二 收部 合于胸前 三 推出去 掌立起来 做到立身中正 防护前面 前后左右的动作 拉起来 好 这个动作 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啊 第一我刚才说的 像抱对方的腿一样 抱过去 另外一种寓意呢 是 对方来抱你的腿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做一个 那个防御 两个手会变全 朝对方的头部 做双方 贯耳的 击耳动作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防护动作 所以说呢 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不能 球于低 一定要做到稳 收回来 然后 推出去 抱着对方的腿一样 一收 然后 放出去 重心不要跟着往前走 这是 练习中间 要注意的动作 好 下面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脑膝 这个动作 斜行 走 一 双手往下 合 像蓬水一样的 注意上面动的腰支起来 二 收部合手 三 往前推出去 注意重心不动 好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正面的动作 斜行 走 一 想下合 合于左膝关节前 二 收部合手 三 推出去 两个手为立掌 左手 蓬圆 右手在下面 推出去 好 收 下面 我们来学习第十个动作 奥步 双手下驴 同时 提左腿 左膝往上顶 往左肩膀上顶起来 两手往下按 手继续想后拉 三 同时上左脚 往左前方上步 左手向前披掌 右手手心朝上 二的收了 左手往下按 收你的右脚 往右前方上步 左手往前打出去 右手往前打出去 掌力起来 三 继续上左脚 上第三步 上第三步 合手 提膝于胸前 好 接下是 走我们的斜行动作 双手往下按 然后便勾手 拎起来 拉开 往下松 斜行 我再做一下正面的动作演示 二步 又称上三步 在进步的步伐里面 有一句话叫 步如猫行走 手如车轮转 两手往下 捋 同时提膝 向侧前方 脚跟落步 慢慢地移重心 好 收步 往前 推出去 好 重心慢慢地 右移 拉过来 提左腿 领起来 好 向侧前方 开出去 拉开 左手往下按 重复前面的动作 斜行 便勾手拉开 右手打开 往下松 做到前面七分力 后面三分力 手臂横圆 唇肩 坠走 勾手的手腕 拎起来 拉开 好 收 下面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奥步 斜行 好 双手下鱼 提左膝 往左前方上 向侧 一 二 收右部 往右前方 上出去 三 提膝合手 开步推掌 右手捧起来 四 往下按 便勾手 从膝前 过 勾手拎起来 头打开 斜行 好 收 下面 我们一起做一下正面动作的展示 走 一 双手下鱼 提膝 第二步 一 重心移至左腿 二 收右部 上右部 打右手 三 提膝合手 拉开 再开步捧起来 四 左手往下按 练勾手 领起来 五 拉开右手 往下 松 斜行 收 下面 我们一起把今天所学的动作练习一遍 白鹅 白鹅亮翅 斜行 一 身体左转 二 身体右转 右手下按 提左腿 三 左前方开步 右手上膨 四 左手下按 移重心 从左膝盖前 便勾手 领起来 五 打开 往下松 老膝 层间最早 在膝前合手 收部 收于胸前 推出去 奥部 双手下履 提左膝 往前上部 手向前拉 一 奥部 打出去 二 重心压过去 三 提膝合手 再稳住 开步 推掌 走 往下按 便勾手 领起来 便斜行 拉开 往下松 好松 下面 我们一起做一下正面动作的演示 白鹅亮翅 再稳住 斜行 一 二 提膝合手 三 开步 推掌 四 往下按 便勾手 领起来 五 打开 斜行 往西 一 唇间最肘 在膝前 相合 二 收步 合手 三 推出去 重心 不变 四 往下履 走奥部 上步 一 重心压于左腿 二 收右脚 往右前方 上步 重心压过去 三 提膝 合手 开步 推掌 左手往下按 便斜行 勾手 领起来 五 打开 往下松 收 现在人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但是人们的脾胃却越来越差了 有数据显示 全球共有五亿的胃病患者 而中国就占到了1.2亿 是胃病的高发地 那么究竟我们的脾胃该怎样养呢 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外表就能观察到 首先呢是嘴唇 脾胃好的人呢嘴唇就会红润 干湿适度 有光泽 而脾胃不好的人呢就会嘴唇发白 没有血色 还会破皮裂口 另外呢口臭和牙齦肿痛这些症状也都和您的脾胃有关系 脾胃经脉呢往往是和鼻子是相关联的 如果您鼻腔干燥或是嗅觉失灵 那就证明您的脾胃有些虚弱 如果您的鼻翼发红则多是胃热 如果您的鼻头发青并且伴有腹痛 这就证明您的脾胃功能出现了问题 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眼睛 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出现疲劳 模糊看不清东西 这也证明您的脾胃出现了问题 脾胃虚呢通常肾气也虚 就会出现耳鸣耳聋这些症状 好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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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